参加毕业旅行却发生的同学 集体身体不适 究竟是受到了什么才会受到惊吓呢 由于有人说了 他看到诡异的人影 就是这个说法 引起很多很多的理想 包括民俗专家也提出说 是不是中邪啦 精神专家也说 应该是同侪这些彼此暗示 才有这样的集体反应吧 科学跟民俗观点各自有解释 女学生坐在饭店大厅椅子上 不断发抖 看起来相当诡异 学生们毕业旅行时 常常喜欢聚在一起 讲些灵异故事 炒热气氛 不过这一次遇到同学 集体出现身体异常状况 不禁多做联想 虽然民俗专家说 有可能是看到诡异景象 惊吓过度 但是精神科医师也表示 通财之间可能受到当下情境影响 心理影响生理 出现暂时性的身体不适状况 就是一个歇式集体反应 然后通常会从一个开始 然后引起可能在氛围上 或者集体的意志上 会开始感染到 另外一些比较容易受暗示的 突然大叫 然后恶心发抖 网友看到新闻也在网络上分享 曾经入住墾丁其他旅馆 遇上诡异事件被吓坏 也有奇老透露 在后壁湖被称作小巴厘岛的秘境 日据时期曾经是火葬场 被当地人视为禁地 过去也曾经在一个月内 接连离奇发生两起溺币事件 此外也有文史专家提到 过去发生过的罗欣号事件 现在讲大湾罗欣号事件 韩特夫人他们上来 当然遭遇这个事件 另外就是这个事件以后 美国报复 有一个伏尔摩沙颜真军 有一个中校带队就直接过来了 那当时的记录是 那个麦肯中校死了 那但是原住民死了多少不知道 国州生毕业旅行 没想到却有六个学生出现呕吐 甚至昏倒状况 引发民众讨论 当地曾经发生过的神秘事件 也再次成为网友讨论焦点 记得是文婷 林安平 屏东报导